疫情已经发生一年了,我们已经好久没有出门旅游了,现在只能靠回忆。 18年,我们去了欧洲的葡萄牙里斯本,除了参观一些著名的旅游景点以外,正巧碰上了当地的自由日的庆祝活动。 我问一下老公,自由日是他们国家的什么节日啊? 自由日指呢,74年4月25号发生了一次政变,当时呢,政变呢,推翻了独裁的政权。 为了纪念此日呢,葡萄牙把4月25日定为自由日。 现在我们看到天上飞的,是他们进行的军事表演,当时是没有拍视频,只是拍了照片。 据说这是美国产的F-16战机。 看看葡萄牙的军人,穿的什么衣服。 他们头上戴的是贝雷帽,身上穿的是迷彩服。 在这个庆祝活动上,小孩还可以摸摸针枪。 这是装甲车,游客不光是在旁边可以看,也可以爬上去拍照留念。 这个小朋友骑在军马上,有军人牵着往前走,很开心地笑着。 我也错了个热闹,用着机枪做了个摆拍。 这张照片是老公拍的,我问问你为什么那么喜欢这张照片,还撒了一些玫瑰花在上面。 左侧是著名的贝伦塔,贝伦塔是建于1514年到1520年之间,也就是说是300年前。 这个前面呢是装甲车,是现代的,你把这两个现代的和古代的在同框,这种情况是很少的。 所以作为一个摄影爱好者来说,这是很难得的一次机会。 河里是炮艇,也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,前面有天上的,路上的,现在是河里的。 这是放在贝伦塔中供大家参观的大炮,是古代的。 这是从城堡往外看城市的一部分。 远处的大桥叫岁月25日大桥,它跟旧金山的金门大桥是一模一样的。 参加庆祝活动的,有当地的游客,也有远道而来的我们。 大家都很好奇地看着武器,也有问问军人一些问题。 用中国话说,就是军民雨水情。 这是河里的游艇,当时没有游客。 这是海里的背鞘,真想带点回去海鲜呢。 看看军乐队的帅哥美女,在准备演奏。 这位帅哥笑得很开心。 下面我们听他们演奏吧,当时正好录了一段视频。 演奏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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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 以大发现时代的到来,葡萄牙里斯本成为了一个重要港口,当时有必要建造一些防御公式来防御里斯本和它的港口,那么贝雷塔呢就是这么一个建筑,那么现在成了一个标志性的建筑,有点像纽约入港口处的自由女神一样,那么成为了葡萄牙的象征。 据贝雷塔的话呢,实际上呢,我是建议大家坐它游轨电车,有一路呢是15路游轨电车,最开始的这个图已经显示了,它是从市中心到贝雷塔,当然贝雷塔是其中一站,那么它还可以继续向前呢,它是沿着河走的。 车来了,我们上车了,我们上车了。 在回去的路上,我们沿途拍了一些居民生活的片段,显示他们的幸福生活。 这是我们前面参观过的航海纪念碑,也是著名的景点,还有许多雕像在这上面,也是有一些很美好的故事。 这次就不说了。 这是著名的罗卡角,它是整个葡萄牙,也是全欧洲的最西点,被称作是欧洲之角。 鹿直于此,海始于斯,就是从这开始的。 谢谢大家收看,欢迎订阅,点赞,转发,再见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大家。